再看是否能看到PPT 看一下一切是否正常 早上好 没问题 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内容 还有五分钟 第一个叫intrinsic intrinsic intrinsicly intrinsic 本质的固有的 这个副词比较常见 是考验里面常考的 下一次要inherent inherent 也是内在固 都是在里面 innate innate nature 过来的 essential 但是最简单了 一个是本质 第二就表示necessary 两个意思都有 而这更简单 这四集里面的 unnecessary essential 好 下面下一组 exaggerate overstate overestimate overrate 把这个词上去读一读 overestimate overestimate overrate 和overstate 陈述的过高 评价的过高 和估计的过高 都是有一种夸张 夸张高估的意思 好 这边第一个 exceedingly excessively extremely 这两个 注意前两个词的区别 exceedingly 相当于very 但excessive 强调 我们说叫做 greater than what seems reasonable 对不对 有点不合理了 有点过度了 过多的 然后叫做 excessive 贬义的 好 这边 fail fiasco 读一下 fiasco miscarry abortion abortion founder founder 还有叫 debacle 第一个 fail 失败 大失败 惨败 miscarriage miscarry 叫做流产 流产 或者我们叫做失败 都行 abortion 不能生 不能生 还是叫做流产 堕胎 还可以点失败的意思 都是他 计划的是 founder 创业者 失败 沉没 沉船 这个意思 知道一下 沉船 别人记得吗 foulter 想一想 foulter 看前四个字母 说舌头盘在了一起 折叠在了一起 这叫做 织乌 结巴 由于强调的是 在说话 那显得很不自信的 这种蜘蛛乌乌的感觉 叫做foulter statter 和stammer 那句像是磕巴 结巴 结巴口吃 stammer statter 好 那下边下一个 fastidious finicky carp fussy fussy肯定是最常考的词了 发丝 头发丝那么大点的事 大惊小怪的 然后呢 我们说叫做一个人 很过于挑剔 很挑剔的 大惊小怪 carp 鲤鱼 挑刺 这是动词 finicky 过于精凉 要求事物过于精细的 过分讲究挑剔的 fastidious fast 想想他 叫做摘戒期间 难以取悦 很苛求 难以取悦挑剔的 挑剔的 Felicity 这个要注意 他跟谁放在一块 跟facility 这两个 有便利设施多的地方 幸福感强 便利设施幸福 facility felicity felicity facility 要表言词的恰当 felicitous felicitous 还有 Felicitate Felicitate 庆祝祝贺 这边第一个 feline bovine canine 猫咳 牛咳 像牛一样的 还有全咳的 像狗一样的 faster 烂得快 烂得快 重复这句话了吗 烂得快 我们说叫做 溃烂 ouser ouser 表示的意思 我们说叫做 mouth ulcer 还有我们说叫做 stomach ulcer 都行 口香溃疡 胃溃疡 好 这边第一个 fidgety fidgety表示的意思 叫做 坐立不安 废劲提 特别废劲 坐在这儿 做什么事情 不安定 废劲提 第二个字 impatient 不耐烦 还有一个 无法休息的 不能休息 叫做 反躁不安 twitchy 还是静蓝性的 叫做不安 好 下一组 第一个 fossilize 和ossify OSS 跟骨头有关 第一个叫做 史成 化石 fossil是名词 叫化石 成为化石 那叫做 思想上的 这种沉浮成就 思想上的 沉浮成就 be ossified 很沉浮的 僵化的 fraud 骗子 欺诈罪 诈骗罪 骑骗诈骗 正式的这种欺骗 杀了他 拥一片子 imposter 骗子 冒名顶替者 quack 拥一 冒牌医生 quack imposter 杀了他 shelaton 好 fungus fungi 都行 fungus fungi 真菌 mode 是霉 就是我说是发霉了 屋子里发霉了 mode mushroom 蘑菇 菌类能吃到肚子里的 futile 这个是很重要的词 它跟fertile放在一起 一个是肥沃 fertile是肥沃的 futile是无效的 所遂的 fertile futile fertile futile 好 这边第一个 叫做gavanize 叫做刺激 给你通电 你想想一想 电镀刺激 是兴奋 go的 有目标 去刺激大家 有目标 去刺激你 激励你 spur 叫做满刺 还有表示 我们叫做 激励性因素 都行 generous bounteous 和bountiful 这两个都跟谁是一组 他们的动词 要强调一下 abound abound是不及物动词 abound with abound with mistakes 充满了很多错误 叫大量充满 大量的 大量的 bounteous bountiful bounteous 就是abundant magninokun说大话 说大话 bombast 一个人满嘴放炮 叫夸夸其谈 都是说大话的 满嘴在那放炮 叫bomb 炸弹这个词 炸弹这个词 好了 昨天那怎么样 咱们上了四次了 还有四次 那在周末就结束了 特别感谢一些 一直坚持来的 其实课坚持到现在 挺不容易的 从10月8号开课到现在 那几个月了 9月10月11月12月 不是10月11月12月1月 差不多 这课完全上完 大概得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咱们中间又休息了半个多月 其实要跟全上完的话 差不多将近有三个月的时间 两个半月 能坚持住的还是挺了不起的 但是我希望所有的同学 都能像我们的陆琦同学一样 就是多看两遍 陆琦第五季 我记得好像也上了 所以就还是自己多看两遍 在有限的时间内 因为它有效期时间还是蛮长的 原来有效期都是三个月 从开课到结束就三个月 现在基本都是半年了 延长有效期了 但有同学说还是没时间看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我给你365天 你还是不看 我给你两年 你还是不看 所以半年的时间足够都去学的 陆琦上了两遍 第五季来一遍 第六季来一遍 所以大家上了两季的同学 真的都要求去加油 要努力去看 这样的话 你看东西相对来说 就省点劲 好了 今天我们又看一下延长 孩子 我说的线是延长 延长不是增加服务周期 价格会得涨吗 对吧 半年时间足够你消化了 这不是说放这就完了 你想想 放在这延长一年 会有人是不是得问 比如说到八个月 还在那咨询呢 这不都是很多人力物力 各种力 延长价也得涨 你千万不要觉得 这就延长一年 不是技术上的事 是技术上的事 但是中间还有很多咨询的呢 这就是他涨价呀 所以就是咱们去取一个 大家性价比比较高的 然后觉得时间也充足的就行了 就行了 跟格静说大实话 好了 来看今天第五节课 第五节课内容 来第一个叫做Grady Grady表示贪婪 看看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七宗罪当中 给大家讲过 对不对 七宗罪 来咱们测回一回几个词 第一个叫做饕餐 还能想起来不 饕餐 狂吃是哪个词 吃一吨吗 能想起来不提醒大家一下 吃一吨和年的那个叫做 glutton 对不对 gluttony gluttony 看一看这个词 饕餐 饕餐吃的多了 还有叫做懒惰 回一回懒惰是哪个 懒惰是坐式慢吞吞 叫slow 有几个比较难的这三个咱们回一回就行了 叫做sloth gluttony 多吃 当时这个grade咱们就说了七个罪 叫做贪吃贪心都行 贪吃贪心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叫做revenus 下一边叫avid和avirishis 把这三个写下来 revenus avid 还有avirishis 写下中间看最后一个词 最后一个名词叫做avirish 你先记着名词 名词记住的形容词就好记得 因为后面正常变化了 avirish也表示要贪婪贪得无厌 与人的贪欲 你想一想 这个av和他这是一样同根的 av这个词根本身 看一下 咱们在之前说的是avi 对不对 咱们之前说的aviation 对吧 航空航天 那样的单词 大家看还记不记得 但这个单词avid和avirishis 它本身 这个av它本身是跟什么有关 本身也有跟渴望相关 跟渴望 跟渴望相关 男同学 想一想av你们懂的 是吧 是跟渴望 第二层含义 是跟渴望相关 贪心得 所以你看第一个 其实avir的就翻译上 取这个词根的本意 就是我们叫贪婪 还表示狂热的 比如说avir的football fans 对吧 狂热的球迷 狂热的球迷 你用它都行 你用这个单词都可以 而第二个avirishis就是贪婪什么东西 里边有哪个词 rice rice是大米 想对于食物的粮食的这种贪婪 贪得午夜 抓住大米去记 找一个特点去想 叫做avirish avirishis avirishis 这是它的形容词 把这两个放到一起 读一下 avirishis 脑子里想这个rice 就用它记下来 avirishis 像一个人的眼睛 瞪大两个眼睛 中间一个鼻子 看着一堆大米 贪婪都想吃进去 上面avirishis 也是 渴望的 贪婪的 渴望的 贪婪的 还可以翻译成叫做狂热 都行 revenance这个词根 是我们在第一 第二天的时候左右吧 差不多给大家讲的 这个rav和rep这个词根 咱们是不是给大家讲过 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跟抢夺有关 咱们讲的强奸那组词 还记得吧 rape 书上的原词 咱们核心词汇里面讲的 叫什么叫做bereve 加强抢走 抢走 叫什么叫做 拨夺丧失 那个词 拨夺丧失 那个单词 rev和rep一样 所以还是跟强有关 叫做贪吃 极恶的 贪吃的 叫做revenance avirishis 这记录前面 这是aav 咱们还有哪个词 来叫aried aried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三个别混了 av贪婪 ar一朵花的 想一想 这叫做干旱的 一朵花的 这三个很像的 干旱的 aav acid 咱们在化学树上就有了 初中 叫什么来的 酸的 ac是尖酸吗 这个词根是酸的 一朵花的干旱 av 叫做贪婪 贪婪 av av 大米 还是贪婪 garidi 这个咱们之前也讲过 最简单的贪婪 在四六级考验当中 就已经出现了 也是表示贪婪 贪婪的 把这些放在一起 第二个 叫做grind 记得的请打1 前前讲 咱们是不是在讲 切割的时候 给大家说了一嘴 这个词 是不是 咱们在切割的时候 给大家已经说了 grind表示磨成粉 咱们当时还讲了 一个单词 叫什么来的 当时还补充 那个词great 还记得吧 磨碎 把一个东西 磨成渣 磨碎 磨成渣 磨碎 好 这个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词 第一个单词 叫做howen howen表示的意思 叫做磨块 把刀磨块 比如说howen的knife 能听见吧 howen a knife 把这刀磨块 我们叫做howen 在前两天 专八课当中 咱们还讲 我看咱们有个专八的同学 专八考的什么意思 比如说howen his skills 这叫什么 这怎么翻 什么叫做磨块 它的技巧 我们就发现什么意思 叫做磨炼 磨炼 这要知道一下 第一个表示磨块 把东西给磨快一点 把刀磨快 第二个表示的意思 叫做磨炼 磨炼 叫做howen 所以这几个磨又不太一样 又不太一样 grind howen 下一个词叫做pulverize pulverize这个单词 表示意思也是叫做磨成粉 他也强调的是磨成粉 叫做pulverize pulverize pulverize这个词 为什么叫磨成粉 它跟谁是同源呢 我们有没有学什么植物原意啥的 看一看 有一个单词叫做pulverize pulverize叫做花粉 这词以前听过没 pulverize叫做花粉 它跟它其实同源 你看pul 它前半部分影射的是这个词 跟pulverize这个词是同源的 把它磨成粉状 磨成非常细的粉 叫做pulverize 叫做pulverize 好 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meel meel这个就稍微简单一点了 在四六级考试当中 也是有考过 你就通过谁 磨这个读音 是吧 meel 磨一磨 磨磨碎研磨 都行 磨碎研磨 磨碎研磨 pulverize这个词 如果你没有学过的话 它其实跟谁也同根 咱们学过面粉 怎么学过 其实跟它都是同根的 powder 这个曾经见过 对不对 powder pulver 他们这几个都是同源的 好 来 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遍 第一个叫做grind 这是前天讲的 grind 还有grate 这家放到一块 howan叫做模块 把刀模块 howan powerize 脑子里看它前半点 脑子里想像polland polland 磨成粉 花粉 power ver 影射就是vert 这个词根 跟转变 变成粉状 第二部分影射的是vert 这个词根 转变这个词根 也是下面何兴克讲过的 meel 磨 研磨 磨碎 研磨 磨碎 好 看这三个 这三个是特别重要了 从基础考到高级 大家一道都要背一背了 第一个叫groundless 第二个irrational 第三个叫inreasonable 第一个groundless 它其实就来自于谁 是不是来自于ground ground本身 名词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除了表示地面以外 它也表示叫做 理由根据 理由根据 所以你看这就是无理由 没有根据 没有理由 无缘无故 没理由的 无根据的groundless 你可以通过土地去想一想 一个人脚踩黑土地 扎根于土地 脚踏实地有根 脚踩在土里的 有根 扎根于此的 这叫根据 不占地 这东西不靠谱 irrational 这俩当年在六级考试就考过 说大学什么贷款 大学生不断贷款 在美国 这做法是不合理的 原文选项的改写 就简单一些 irrational 它是来自于后半节 就是rational rational本身就是表示 合理理性 合理的理性 ir在此处是否定的 这个最后一个更好记得 来自于reason 有原因 un否定 没有原因的 也叫做不合理 不合理的 叫做不合理的 叫做不合理的 可以知道一下 把这三个词读一下 第一个叫做ground 第2个单词叫做什么 叫做rational irrational 合理不合理 reason and unreasonable 还有一个就是谁 sensible 这个就大家更应该都见过了吧 这来自于sense 就也叫什么 叫做明智 明智的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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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 harbour harbour harbour表示的意思叫做庇护 或者叫做窝藏 这个名词有一个常见的意思 叫做港口 避风港 这个大家有听过吗 像在悉尼 大家有去过悉尼吗 现在这个比较热的地方 是吧 叫darlene harbour 那叫情人港 我们给他翻译成交 是吧 什么什么港 港口 你发现很多船只停在那边的 叫darlene harbour 那个harbour 用的就是这个单词 作为动词来讲 你想想港口是什么地方 你看 这种是一个港口 一个避风的港湾 就是一个保护的概念 所以叫做庇护 或者我们叫做窝藏 作为动词来讲 是一个集物动词 作为动词来讲 是一个集物动词 名词表示港口 或者避难所都行 动词就表示庇护 庇护保护 庇护窝藏 这样的都行 都可以 sensitive是敏感的 这个忘了吗 sensible表示明智理智 sensitive对于东西特别敏感 意思不一样 好 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conceal conceal这个单词 也叫做隐藏 叫做隐藏 藏起来 它这个词来自于谁 来自于后半截 来自于谁 seal这个单词 seal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做印 印章这个名词 就中国印的印 第二还表示封密封起来 所以你看一起把它给封上 一起把它给封上 一起把它给密封起来 这也叫做隐藏 隐藏遮壁 咱们女生 你要买什么遮瑕的 你可以看一看 那写的是哪个词 写的是hide conceal这样都行 conceal hide conceal hide 好 看第二个 叫做shelter和shued 这俩也是同源的 什么东西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标注一下 他们其实都影射的是sheal 壳这个词 它相当于这种感觉 你看sheal sheal叫 它名词叫盾牌 第二个单词 名词是不是叫做盾 是来自背壳 就是sheal的 它加了一个福音字母帝 造成了一个新词 但中间原因部分发生一点变化 动物的壳 咱们说海里 有各种各样东西的壳 海洋生物的一些壳 它起的就是一个庇护 保护的作用 通过这个壳去 shelter也是一样 相当于这个动作 sheal 加了一个福音字母 加了一个e shelter 物体的壳 起到的是保护 名词也叫做避难所 asylum 对也是 名词也叫做避难所 叫做避难所 这你都可以放到一起 只有壁处避难所 sheal的是盾牌 名词表示盾牌 但它们共同的意思都表示 一种庇护保护 或者是隐藏 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咱们在书上能看到 给老师读一下 第一个habber habber的第一层含义刚才说到了 表示的意思叫做港口 叫做港口 很多什么 维多利亚港 这个港 那个港 很多大型的这种港口 可能会用到这个单词 第二个 对 还有珍珠港最有名的 这听过吧 去夏威夷的同学看 pearl harbour 对吧 珍珠港写的就是它 第二个叫做conceal 叫做藏起来 把东西都能够密封密闭起来的 也叫做隐藏 第三个叫做shelter和sheal 都叫做保护庇护 保护庇护的意思 好 把前面四三主词过一下 第一个 grady贪婪的 rav rave 还是来自于rap rav rp 跟抢夺有关 抢的东西多的 叫做欺恶的 狼尊虎咽的 av的av这个词根 还是跟贪婪有关 渴望有关 第一个叫贪婪的 渴望的 avaricious 注意 ava加一个rice 贪婪大米 贪婪大米 抓住大米去记 对于粮食的一种 贪婪渴望 粮食就是钱 avarice avarice 第二组 磨 叫做grind home home his skills 通过短语去强化一下 把刀模块 技巧磨练磨练 powerize 这个比较难 留学里面考过的词 它来自于polland 后面ver映射的是virt 它映射是virt 就是转变成粉末状 这叫做研磨成粉 咱们在超市里经常也能看到 是吧 什么养生产品 把什么恶胶打成粉 这个东西磨成粉 你可以用grind 其实也行 meal也是磨碎 研磨 非常细的磨 叫做meal meal 磨 你可以用我牛奶一机也行 对 meal meal groundless 没有理由的 不合理的 下边下一个叫做unreasonable 表示的意思叫做 什么叫做不合理 也没有原因 还是这个道理 叫做不合理 我说一下 我忽然想了 以前六集考了一个这个短语 当时他说的是far from far from sensibility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 far from这个短语 咱们都知道 这个实际叫一程远离 这是以前六集这么考的 实际上这个短语是肯定短语 还是否定短语 它肯定短语还是否定短语 它是否定短语 所以你记住就表示不的意思 就完了 你翻成远 远离了理性 远离了理智 这大说可能懵了就 其实就是不理智 其实它就等于下边这几个词 你知道吗 其实远离了sensibility 就是不理智 就是不理智 sensibility 第一次来听课的东西 我说到了 就是这几个 先把同一替换跟一根 跟一根 然后再去把前面的课补上 Hubert港口 港口起的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叫庇护 conceal是来自于密封密闭 这个词 把东西都给封存起来 也要隐藏起来 永远把这个秘密隐藏 当年肯尼迪 遇刺的时候 预计在2038年解密 咱们应该都能赶上 2038 2038年应该还有18年 再过18年之后 你们就知道了 当年肯尼迪怎么死的 到底被谁给杀的 Shelter和Shield 这是来自于shell 贝壳 贝壳保护 对吧 一个是盾牌 一个是避难所 盾牌避难所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第一个叫做harness 公布真不真 这东西没法 政治的东西 就都比较是 怎么说 反正这跟老百姓 没什么太大关系 大家就是一看 明白怎么回事 就得了 harness叫做利用 或者叫做控制 这个在考研当中考的一个 同意替换就是control 这个指导一下 当年有一天文章就考做梦 说梦其实是可以控制的 那个原文当中用的就是harness 悬项当中就改写成了谁 改写成了control这个词 harness还要表示马具 就是马身上带的那些东西 叫做马具 如果你家里养马的同学 也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a set of strips of leather and metal pieces that is put around a horse 就马具马脸上勒的那些东西 在身体上披挂的脸上勒的 那马具叫harness 但这个考试当中 马具这没什么可考的 它主要考的还是控制 控制利用的意思 考的控制利用的意思 这个意思大家要了解一下 要了解一下就行了 所以它这个词其实原文 词原是源于谁 你看一下 解释一下 它这个名词叫马具 是它本意 它这个马具这就没有同一词 它其实前面引着就是horse 它其实原于就原于这个词 因为你这马具给马勒上 所以隐身为什么 得控制这马 要不然带着马具干啥 你就直接骑着野马就行了 你不带着马具 那时候你前进左右后退 你下指令听不懂 所以你就是勒上这东西 是来自于horse这个单词 现在明白了吧 它差距不是特别大 你看这我给你解释完 你不就明白了吗 为什么叫马具 horse 它引设是horse 马具这个东西其实起的作用就是控制马 这不给你解释 解释这个源头 隐身含义 你不带这马具的话 它控制不了 就撒花了 就控制利用 同一词 control 考验的注目 还有就是utilize utilize也是来自于use 为什么咱们有时候要讲一讲这个源头 给你讲完这个源头 你才明白它怎么过来的 确实你要光看这俩词 它全是例子 例子离的巴掌远 但它有的时候是一个隐身含义 好看下面这个词haunt 咱们之前讲的八大姑姑 一个月以前讲的 是二月份时候说的了 这是什么姑姑 嚎叫的姑姑是闹鬼 还记得不 嚎叫的姑姑 闹鬼 这是闹鬼 在亚瑟考试当中 看看他常考这个意思 亚瑟托弗里都考过 叫做营绕于某人心头 就是hunt somebody 就表示一个事情 比如说her voice hunted me 他的这个声音就是有一种 常常营绕在我心头 绕梁三日的感觉 这个叫做hunt 经常出没于 或者我们叫做营绕 一般但他一般都强调的是 一些不好的事情居多 不好的事情居多 比如他这种愧疚感 一直散不去 什么叫散不去 就是他 明白了吧 这种愧疚感一直散不去 就是可以说叫做she was haunted by guilt 明白这意思吧 she was haunted by guilt 你不能发现被愧疚闹鬼 那就不同了 还表示一种情绪上的营绕心头 你见过鬼肯定就是很难忘掉 下面这两个单词 第一次要linger linger也是 叫做存留或者叫做逗留都行 存留linger on 后面一边有个字 有一个表达linger on 叫做存留 继续存留在什么上面 这个在专四专八里有考古 还有最后一个词叫做obsess obsess这个也表示困扰 be obsessed 这个还记得吧 前面核心课里讲的 这个考研光在选项里 十年内就出现过至少三次 这个一定要记住 考研光在选项里 十套题里就至少有三套题里有 叫做营绕困扰 叫做困扰的意思 坐在你的对面 迷惑你 迷惑困扰 把这档子来读一遍 第一个haunt 第二个linger linger 第三个叫做obsess be obsessed with be obsessed with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hectic hectic简单一点 我们就是说叫做谁 bz 这个在匹配题里我考过 但这个其实在六级里考的时候也是 99%的人都不认识 叫做什么 繁忙忙乱 标注一下 就是bz 他当年考试当中考的也是跟bz同源 第一次听课先把它写下来 不要写汉语意思 中间刚插班的同学 因为我们还有五次课 就结束了 先去记什么 记英文 记英文 记词性 还有记他的计法就行 英文词性 还有他的计法就行 然后咱们把这几节课跟完之后 再去补前面的核心课 这是牛津同一词词典的一个整理的一个同一替换部分 然后是第二part了 好 来写下来第一个hectic 第二个buzzle 第三个hustle and buzzle 写下来 写下之后打一下e 写下之后打一下e 四级里也考了 这个在六级里也有考过 hectic刚才表示 刚才说到了叫什么 叫做繁忙忙乱的 比如说hectic day 都行 形容词修饰名词 直接用就可以了 表示的意思叫做繁忙忙乱 繁忙的忙乱的 第二个叫做buzzle buzzle和hustle这两个放在一块 这种表达咱们在以前给大家说过 叫做磁性相同 磁意相近 并列在一起使用的时候 我们发现叫什么 叫做同一宠物修饰 对于这种表达 它只起到一个加强语气的作用 因为hustle表示的意思叫催促 buzzle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大家都是很忙忙碌碌 很催促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个短语就发现叫做 忙忙碌碌 冲冲忙忙 这是一个名词的短语 忙忙碌碌 冲冲忙忙 叫hustle and bustle hustle and bustle 把这个短语写一下 hustle本身也表示催促的意思 叫做催促的意思 hustle其实来自于谁 它前半其实来自于harry这个单词 跟它是同源 还是可能还有什么hustle 快速催促 它们之间都是同源的 就让你快一点 让你快一点 这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把前面这一半个小时 回顾一下 第一个 grady 他还记不记得 av是贪婪 贪婪av avid 一朵花是干旱 arid avid avirious 他来自于 avirious 大米 还是贪婪 说大米去记 看到大米也是贪婪 贪得无厌 avirious 是它的形容词 AVA开头的 下一个单词叫做grind 这一组词都跟什么有关 都是跟膜有关 都是跟膜有关 grind hold 这是膜快 这点区别 这是膜成粉 polen powder 你想想 通过面粉的粉去记也行 转变成粉状 叫磨碎 磨成粉 第二个表彻底击败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叫做 就咱们常说给瞬间给他秒成了渣 是这种感觉 彻底击败某人 meal 磨 磨的意思 好 这边第一个 没有理由的 irrational和reasonable 它俩是同源的 你看rational 和reason 这部分它是一样的 A和EA是一样 S跟T 福音和原音之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互换现象 原音和福音 这是咱们第一节课讲的 不能合理 没有什么理由 没有什么原音 也叫荒谬不合理的 荒谬的不合理的 好 这边第一个 Harbor港口起到的是一个什么作用 港口起到的是一个庇护窝藏的概念 叫Harbor conceal 它来自于seal 密封 把所有东西都封存起来 都给封起来 所以这个叫做隐藏 隐藏 掩饰都行 shelter和shield 它们都来自于谁 贝壳 壳起到的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动物的壳 是保护 壳保护 顺着这个意思 要多去讲它 shelter shield 刚才他们说了 Darling Harbor Pearl Harbor 珍珠港 这个港 维多利亚港 还有什么情人港 都是它 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harness 脑子里想想 它前面能不能影射的谁 AESS是名词后缀 对啊 它是名词后缀 前面这个har 影射的是horse horse 脑子可以去想 马带的东西叫马具 这马具是干嘛 用控制马的东西 马具 不是马具 是马具 控制 也等于control harness control harness control hunt 闹鬼 萦绕 萦绕在心头 hunt somebody linger也是这个意思 linger一般我们记 存留在 nother 表示一种 你可以表示一种气味 一种情绪 停留在 哪哪哪都行 obsess 还是叫做是困扰 这之前的词 hectic 就是busy 繁忙忙乱 叫做繁忙忙乱 如果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就通过一个拆分联想记一下 叫做he he act he act 通过这三部分语记 他一直在行动的 他一直在行he act hactic hactic 通过一个拆分记一下 bassel hustle and bustle 记这个名词短语就行了 叫做 熙熙攘攘 匆匆忙忙 在大城市里 大家以后有机会去东京 你可以看看 晚上10点 11点的地铁 北京的10点 11点的地铁 人已经很少了 少很多了 至少这么说 但是在东京的地铁 我感受过11点的地铁 人非常多 也是人潮一样往处走 hustle and bustle 匆匆忙忙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 第一个单词 叫做heynes heynes heynes表示的意思叫做极其邪恶的 这为什么叫做邪恶恶毒呢 就通过谁去记 通过一个联想记 你想想黑 心黑手狠狠的人 心黑手狠的人 这个还是比较好记的 是一个贬义词 叫做极其邪恶的 比如说造一个短语 形容词修饰名词直接用就行了 比如说heynes crime 就是这种极其实恶不赦的 实恶不赦的这种罪行都行 叫做极其令人讨厌的 极其令人憎恶的 这是一个贬义概念 下一个单词叫做wicked 这个在新概念三册当中也有 wicked也表示什么意思呢 也表示一个人邪恶心疏不正 缺德等于谁 我们写了一个简单的同意词 等于这个词 我们在四集当中看有没有见过他 叫做immoral这个字有见过 不道德这个单词 不道德这个单词 还有见过他吗 缺德的吗 邪恶 那接下来说一下他的技法 其实咱们还是第一次来上课的同学 再次强调 你就写这个英文 写这个词性 然后写一下他简单的技法 怎么通过谁去记 比如这个通过黑 黑你就想想 心黑的人叫邪恶 恶毒 wicked他跟谁同源 他是跟巫婆那个词 谁邪恶 witch 他俩其实同源 前半部分其实影射的是witch这个人 咱们形容一个人翻译成居心叵测的 用这个词也行 心肝念里边就给他翻译这个意思了 邪恶居心叵测 他是跟witch 女巫这个词是同源 女巫这个单词 是同源的 好 最后一个词 最后一个词是考试里面的一个词汇 也是表示邪恶的不法的都行 比如说一些邪恶的目的 不法的目的 你可以说nefarious purpose nefarious 让我读一下 nefarious nefarious 好 那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表示的意思也叫做邪恶恶毒 首先中间部分这个far解释 它是来自于公平的那个词 公平怎么说 大家有背过吗 公平那个词叫fair 看着它是来自于 它是来自于fair 公平 而这个ne 咱们上过核心课的同学 咱们都讲过 n开头的词 它一般可能很多词跟什么有关 很多词通常是跟什么有关 想一想 n开头的单音节词汇 这个n字母可能表示的什么概念 是表示一个否定概念 陆琪还是记得非常好 后面我同学陆续想起来了 这里面其实他影射就是negative 就是极其不公正的东西 它是源于这样的一个造词 ious就是形容词后缀了 就是强调的是极其没有正义的感觉 叫做罪恶的 恶毒的 极其不公正的东西 极罪恶的 恶毒的 罪恶的 把这三个词来读一遍 这三个在以前都没有讲过 第一个 黑 太黑的罪了 心黑手狠的 邪恶的 这样的一些罪行行为 第二个wicked来自witch 形容一个人 居心叵测 非常写 witch wicked witch wicked 第三个 nefarious 他不要想象远 他不是来自远 他是来自公平 这个词 公正 这个词 fair 极其不公正的 也是极坏的 极坏极恶毒的 所以我可能用手写 稍微会有点乱 但是我如果把这东西都排上去 大家可能看起来就那什么了 所以我会反复写 所以你的笔记上就这样写 加一个 写一个fair 所以你旁边写上 就是不公正 所以叫做特别坏 极不公正的做法 就是很坏的 这样你回去一想 就能想起来怎么去记它 特别是刚刚 报名三五天的同学 一定要学会记笔记 要去讲单词 不要背 背背不下来的 太多了 咱们这个整个万词们 加在一起 讲了三四千个单词 背肯定是很难 要讲它就有印象 好 看这四个 这四个就简单很多 你看一下这四个都跟什么有关 都是一个意思 我们简单一点的中学老师讲的就是depend on 对不对 就depend on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 所以过一下就行了 第一个叫hinge 取决于 比如说hinge on economic policy 取决于经济政策 取决于政策 取决于它所决定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意思 hinge hinge也表示脚链就门上的那个链子 或者是荷叶 但是到门上的荷叶什么玩意 就是这门框 把门挂机往那一挂 挂一个东西 荷叶脚链可以用这个词 也可以用它 咱们如果学什么装修设计的 也知道一下 但是动词考的就是取决于 count on也是取决 当年咱们学count表辞数数 只有这个意思 count有数数的意思 但同学们抬头看一下 这个好说一个四六级和考研当中 比较爱考的意思 除了表示数数 这是取决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叫什么 叫做matter 叫做重要 因为matter作为动词也这意思 说that really counts that really counts 那真的很关键 那真的是很关键的 那你就不要发现 那真的数数 那就翻译不同了 matter也这个意思 that really matters it doesn't matter 不重要 没关系 it counts 这叫做重要关键 这个意思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好 看一下下一个单词 叫rest on也是 rely on 依靠在什么上面 对 它后面其实这个概念 是表示一个什么 表示一个原因的概念 如果可以从因果关系的角度 去解释这个词的话 比如说 它的成功取决于这个政策 那就它能不能成功 就因为政策好坏 所以后面 它是它的一个条件 或者一个因素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继续看下边 下一组来 第一个叫做horse 读一下horse husky rocus 叫沙哑的 沙哑的 count on都是取决于 下面这四个都一样的意思 没看我没写汉语吗 都翻译成一个 都翻译成取决于什么 依赖于什么 都这意思 取决于什么 好 好来看这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horse 第二个husky 第三个 rocus 他还记得他吧 harness 还能记得他啥意思不 harness 这词什么意思 还能想起来不 还能想起来不 就在15分钟之前说的 想想它前面来自于谁 马具 对不对 动词叫啥来的 叫做控制 别忘了 马具控制 这也是通过马去记 谁的声音 马的叫声就是 这种感觉 horse horse 读音一样的 horse horse 读音一样的 马的叫声很嘶哑 嘶哑的 沙哑的 就是那种 在电影当中也都听过 然后 然后走两步 好 看第二个单词 叫做husky husky也表示这个意思 你发现他前面 跟他其实一样 跟前面跟他是一样的 has 前面影射的是一样 但他一边强调是 我们所说叫做深沉而嘶哑的 非常深沉 并且嘶哑的 深沉很沙哑的 比如说 she spoke in a husky whisper she spoke she spoke in a husky whisper 就是他这种低沉沙哑的 低沉沙哑的 轻声的说话耳语 他一般更能强调这种低沉 沙哑 就是 你们懂的 对吧 是这种很低沉 husky 好 看下边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 Rawkes 这是一个留学考试当中 JRE的一个词 他除了表示沙哑 也可以表示什么 叫做刺儿也行 沙哑的 或者我们叫做刺儿的 叫做Rawkes Rawkes 刺儿也行 为什么这个词表示刺儿 他其实来自于谁 来自于呼啸那个单词 跟他同源 Raw大家有学过他没 有听过这个词吗 他前半部分其实影射的 后面OUS就形容伺候罪了 Raw表示的意思叫做 呼啸 就是 汽车呼啸而过 闯进了什么 开过了街道 能理解吧 是这种感觉 呼啸和咆哮都行 所以叫声音非常的刺儿 第二个也是沙哑 把这三个放到一起 第一个叫做Horse 马的叫声 嘶哑 第二个Husky还是Horse 他的前半截 深沉而沙哑 深沉而沙哑的 最后一个词 叫做Raw 呼啸而过 刺儿 这个刺儿在专八 我们前两天 其实讲过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Natalic 这个在专八前两年 刚刚也考不过 应该专的 看有没有印象 他也叫刺儿 他为什么叫刺儿 他是来自谁 来自于金属这个词 就是Metal这个单词 咱们生活当中 有没有听过 用勺吃饭的勺 挠玻璃那声音 或挠黑板 就发 一声 是吧 一不小心用金属 挠到了玻璃 金属挠到了墙 或挠到了什么瓷砖 就是那种发一声 也叫做刺儿 叫做Metallic Metallic 另外还有一个单词 叫做strident 写上 想想都难受 是吧 strident 这个在托福亚斯里的同考词 strident 这也是 在托福亚斯里的同考词 也我们说叫做刺儿的 表示的意思 叫做刺儿的 他一般强调是这种 非常尖锐的这种声音 比如说 strident voice strident music 都行 刺儿的声音 就是又尖又用那什么 你看他这些词 还有点区别的 他俩一般都强调 就是又尖又刺儿 能理吧 一般都强调的是 又尖又刺儿 又尖又刺儿的 而这强调的是低沉沙哑 或者像马一样 也叫做嘶哑的 就嗓子彻底哑掉了 Raucous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沙哑 大家把这几个声音 描述声音的词 给写在这 当堂希望你记住几个 比如说当堂希望大家记住金属 这个是很好记的 像金属挠剥裂 叫做尖声刺儿 马的叫声叫沙哑的 你至少把这两个先记住 Horse记住 Husky 可以把它记下来 低沉沙哑 低沉沙哑的 Raucous来自于呼啸 沙哑 第二个点是刺儿的声音 呼啸声 那种感觉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下边这两个都讲过 先回忆它来自于谁 你要能想起下边这俩词来自于谁 就真正记住了 没想起来来自于谁 还是没记住 这单词能想起来它来自于谁 听过核心课的同学 插班的就不用想了 你没听到 咱们听了前面核心内容的同学 能想起来吗 Venerate 动词 它是来自于对于谁的崇敬 爱 维纳斯 非常好 爱于每一女神 它是跟他同源的 Vener 对于女神的这种尊敬 崇敬 比如说你们可能对于哪些女神 对吧 和男神 特别尊敬 而不是见到他想亲他两口 只是一种跪拜他的感觉 这叫做Venerate 而第二个词是来自于谁 Revere 看他的动词 他影射的是谁 能想起来不 又说一遍 他影射的是谁 他影射的是 Fear 为什么叫做敬畏 未从何来 它来自于Fear 要讲它 讲才能记住 不讲 换地方就忘 一定要边读边讲 叫做Revere Veneration 下面这两个又来了一遍 这个尊敬的词基本就到头了 也没有了 你考托福亚斯也好 考研考博也好 没有再比他难的了 那上面这个短语大家认识一下 叫Pay homage to Pay homage to 那这个也是叫对谁谁表示敬意 对谁谁表示敬意尊重 Hommage 名词本身就是尊敬敬意的意思 尊敬敬意的意思 对于谁啊 你看看它前面其实来自于Human这个词 人 它这个词是跟人这个词是同源 Human这个词是同源 跟人这个词是同源的 像一个人表示一种敬意 你看像古代的君王 像以前的那些所谓的地主 对不对 封建同志者们 一种臣服成为他的子民 成为他的仆人 是来自于这样的一层含义 叫Pay homage to Veneration 这位要记住了 这两词 Veneration和reverance reverance 咱们在初高中学的是他 respect 对不对 到了大学四六级里见的就是他了 Esteem 对吧 Esteem这件 咱们万词班要讲了三个 又讲了这三个了 好 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词 Homicide Homicide能理解过 前面影视的还是谁 刚刚说过 Home是谁的变形 Side是不是叫杀死 杀死 比如说Pesticide 杀虫祭能理解不 杀虫祭 看 杀死虫子 咱们讲过自杀 对不对 自杀 前面影视的还是Human 杀死人类 叫杀人 Homicide 读一读这个词 杀死的词 咱们前面都给大家总结过了 什么勒死 触电身亡 处死 对吧 斩首 砍头 Decapitate Decapitate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反正各种司法 你前面找一找 咱们都给大家说了 灵迟等等 Homicide 这个值得 他跟Murder 同一词 谋杀 谋杀肯定用的字还是最多的 还比较多的 好 来看这五个 回顾一下 第一个词 前面怎么记得吧 心黑手狠 极邪恶的 Wiki的脑子里想谁 Witch 巫婆 缺德 邪恶 居心 获测 巫婆 获测 Nefarious Nefarious 极其不公正的东西 极坏的 极邪恶的 不公正的东西 极坏极邪恶的 好 下面 Hinge on Count on Rest on Rely on 取决于都是Depend on Rely on 依靠 你在他身上休息也是 就数着他 靠着他 都是表示一种取决于 Horse 脑子想马 马的叫声 Horse voice 沙哑 斯哑 Husky voice 深沉而沙哑的 Raucous 他表着沙哑 还可以翻成刺耳 就那种尖声的那种沙哑 这首话是这种 Metallic 来自于Metal 金属声 也叫做刺耳的 还有个叫做 Strident 坚声刺耳 一般都强调的是坚声刺耳的 坚声的刺耳的 好 这边的一个Pay homage to 这是一个固定短语 Hommage用的就怎么用 Pay homage to 他不会拆开用 所以这短语记下来 向谁谁表示敬意 Veneration Reverance Reverance 这边的一个Homicide Metal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做Hybrid 把这三个字写下来 第一个Hybrid 第二个单词 叫做Crossbread 这个在六级里前两天也考了 下面一个单词叫做Compound Compound 接下来之后打一个E 现在之后打一个E Hybrid我们见得最多的 叫做Hybrid Rice 这听过没 元老先生 对不对 Hybrid Rice 看咱们在看一些读物当中 有没有见过 就是常说的杂交水道 杂交道 叫Hybrid 叫做Hybrid 用这个词来翻 咱们学翻译的同学 他还可以表示什么 第一个表示我们说植物的这种杂交 杂交植物 动物也行 动物的杂交也可以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简单一点来解释它 混合物简单解释可以解释成谁 我们是叫做mixture 这个能解 简单的可以解释为叫做mixture 就是一种混合的东西 你可以旁边写上 硬硬是一简单的词写 是它的话跟各种便于理解 便于理解了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做crossbreed breed叫做什么意思 繁殖 就叫繁殖 cross叫做跨越 跨越繁殖 还是杂交 crossbreed 这个意思也蛮直接的 叫做杂交 最后一个词叫做compound 化合物 我们说学化学的东西知道一下 化合物或者叫做是混合都行 但它动词来讲有一个意思 表示加重恶化 加重恶化的意思 等于我们之前说的哪个 deteriorate deteriorate 这个意思不要忘了 动词有这样的一个含样 名词表示化合物 我们在听力当中有一个模块叫复合式听写 大家看有没有见过 叫compound dictation compound dictation 用的就是这个词 混合式的这种写法 有给你一半 然后给你空一半 给你一半 给你空一半 所以它跟这个混合这个概念相关 这又多了一个这个表达 那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技法 pound的呢 这边不是bound 所以你要看词原字典 它解释 它是来自put的变体 这个put的变形能看出来吗 符合咱们第一天讲的规律 原因原因变 轻辅音和卓辅音变 这个词根本身是跟放置有关 它就只放到一起 把所有东西都放一起来 这叫混合 东西都放到一起 叫做compound 叫做混合 交叉繁殖 跨越繁殖杂交 hybrid rice 我说叫做混合 混合物 叫做混合物 叫做混合物 刚才呢 这个陆奇写了一个单词 叫做hodgepodge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词 但是这个是属于gre里的词了 这是一个gre里面的词了 叫做hodge 一个单词 另外呢 还有一个写法叫做hodgepodge 这是一样的 一个英式的 一个美式的 hodgepodge 看一下 下一个叫做hodgepodge 把这个写旁边 要是考gre的可以背一背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呢 也是跟混合有关 就是大杂烩 大杂烩 混合 大杂烩 就是东北话 我们是类似于什么的感觉 就是乱炖 大家能了解吧 就是乱炖的感觉 所有东西 这一锅里有肉 有菜 有海鲜 对吧 还有什么 这个鼠类 什么红鼠 白鼠 什么之类 放到一起乱炖 这叫大杂烩 或者也可以表示什么呢 表示就是一个 文学作品的 这个手法上的一种 我们的一种大会合群鹰会碎的感觉 你都可以叫 It's a hodgepodge 都行 Hodgepodge 一个大熔炉的感觉 大杂烩 我们发现这个意思 它可以表示食品的大杂烩 也可以表示 各个这种拼盘都有 比如说这里面 这个文学作品当中 充满了一些什么 讽刺 写实 一些什么这样的一些手法 这都可以叫做hodgepodge 对 这个还是看这个 文章的前后文了 比较偏中性一点的 文化的这种大杂烩 也可以表示食品的大杂烩 这个比较好记 看怎么记 你记英式的 我当年最开始记 记英式的记法 英式你就记住 什么东西大杂烩 看出来没 什么东西大杂烩 这个美食 中华美食 是不是就是大杂烩 叫什么玩意儿 hot喝啥 hot pot hot pot是爱火锅 我当年记的时候 就发现有这个规律 就是有个火锅 就是大杂烩 对了 叫hodgepodge hodgepodge 这两个放到一起 上面美食 下面英式的 这接二页的词 好 看下边下一个词 叫做iconoclast iconoclast nonconformist rebel 把这张写下来 第一个 Iconoclast 饿了 在几点子就饿 这是没吃早饭 还是比较容易饿的体质 Iconoclast nonconformist rebel 下面这两个词能理解不 Meverage挺好 这都是积而易理的词了 来看一看这几个 第一个 Icon 这个听过没 Icon 是不是叫做偶像 跟 idol是一样的 Icon表示的是 idol idol偶像的意思 class的就把它想成谁 就把它想成blast blast的告诉老师什么意思 叫炸 爆炸吧 对吧 是不是爆炸 就是把偶像都给炸掉 就是攻击传统观念的人 比如说原来你可能 那时候供奉了张三里字 在庙里 然后一夜之间把这些神像都炸掉 攻击传统观念的人 你们可以让爸爸妈妈给你们讲 但爸妈妈可能没经历过 让爷爷奶奶可能讲经历过 当年的文革时期 把那个什么 庙里的一些什么神像什么的 攻击偶像 攻击传统观念的人 但是那个年代这样做法不对了 对于宗教的一种破坏了 对于封建迷信的一些偶像破掉 叫做Iconiclast 你可以让家长讲一讲 就是我们家里人讲 文革那时候让家里人干嘛 让学生上课的时候教苍蝇 你就想一想 这个现在要让咱们 现在大家想做 这都不 就觉得就是莫名其妙 就大家不上学 在家先打苍蝇 今天抓十字苍蝇 对吧 然后没有苍蝇 没法上学 然后就拿个苍蝇拍 在那厕所旁边蹲着 就看到一个苍蝇 叭打一个 看到一个苍蝇叭打一个 然后拿扎十字苍蝇 交给老师 放在塑料袋里 老师我抓到苍蝇了 那就是七十年代干的事 八十年代初还有呢 那时候叫五蒋四美三热爱 就是什么美 什么心灵美 环境美 所以那时候要求环境美怎么样 就干这活 就环境美 为什么打苍蝇 就是五蒋四美三热爱 那叫环境美 要保持环境美 那大家不就得干这事吗 除四害那时候还得 现在要做 大家有机会可以在国外 能看到当年的一些录像 你就觉得挺有意思 还是 我咋知道这么多呢 经历过 那还要说吗 nonconformist conform咱们是不是讲过 conform是不是叫做 服从一致 non表示否定 就是不服从的人 这个是考研考过的原词 不按传统套路出牌的人 叫nonconformist nonconformist iconoclast 炸毁偶像 rebel这个就简单了 bale表示的意思是跟打有关 你先让爷爷奶奶给你们讲一讲 你就觉得这个历史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打回去 就是造反者 bale这个词根是跟打架有关 打回去 re作为前决 表示back 反过来打自己人 这不就是叛变者 这就是叛变者 好了 来把这几个词读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 iconoclast nonconformist 不服从的人 不没守成规矩 打破传统观念的人 是同一词 rebel 好 看这边 这两个都比较好的 好理解了吧 咱们之前看有没有提到过 别瞎说 千万别瞎说 赶紧给某些人刷不去 赶紧刷不去 赶紧刷不去 不说了 过两天跟这平台给你疯了 有啥也学不了 他这个单词来自于谁 他来自于license license license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执照 还记得吧 叫执照 你就记住有执照的东西就是合法 license叫执照 licit叫做合法的 il在此处它表示的是否定 对不对 否定就是不合法 第一个词还是蛮好记得 通过执照去记 只有执照合法 没执照不合法 illegal也是 unconstitutional 这考验考过的原词 这个自己能解释了 我的同学们 它中间来自于谁 constitution 这词表示的意思是什么 美国宪法 大写是吧 宪法就这词 大写的话 constitution 宪法 安就表示否定 不符合宪法的 看到吗 叫做不符合宪法的 就是against way against the law 想到这意思 against the law 简单一点 你就可以这么说 把这三个记下来 第一个 elicit 第二个 illegal 还有一个叫做 unconstitution 合法的就是谁 把il去掉 看到了吗 后半截就都是合法 licit legal constitutional 就是合法 合现的 好 看这几个词 这几个也不难记 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 曾经学过的词汇的 反义词 来写下来 第一个叫 incontrovertible indisputable undisputed incontestable undeniable 写完之后打一下 e 都是我们曾经学过词汇的 否定形式 但这种词 像在写作当中 还是能用到的 在强调自己观点的时候 undoubted without doubt without any doubt without any doubt with no doubt 毫无疑问 对不对 不容 质疑 第一个单词 它来自于谁 想想它的名词 说过没 争论怎么说 controversy 同学们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contro 叫做相反吗 变成你的相反面 叫质疑 争论 对不对 叫做争论 那an表示什么来的 表示的是一个否定 in表示否定 不能质疑 不能争辩 所以叫做不容质疑 不容争辩的 第二个词 它两个都来自于相同的词 都来自谁 dispute dispute如果没有背后的同学 可以写一下 就翻译成争论 你通过计算机去记一记 计算怎么说 计算是不是computer this想成否定 就大家最后算的不一样 你最后数学题算得等于一 我算得等于二 对不对 咱们算得不一样 就叫dispute 争论 那还是indisputable undisputed 一样 无可争辩 不容置疑 不能争论 dispute叫争论 不容争论的 不容争论的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 contest contest表什么 是不是也叫竞争 想大家一起去考试 比如咱们今天来的这些同学 一起去参加 考研考试考试 那这个时候 我们之间就产生了什么 叫做竞争争辩 都行 竞争争辩 大家之间就会有一种竞争 竞争观 竞争第二个争辩 阿言还是否定不能争辩 非常直接 最后一个词来自于谁 是不是来自deny deny是四级的 是不是叫否认 deny四级词 表示的意思叫做否认 那这还是不能否认 不可否认的 不可否认的 叫undeniable undeniable 好了 来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遍 第一个叫做incontrovertible 读一遍 incontrovertible 第二次 indisputable 来自dispute undisputed undisputed incontestable 不能争论 不能争辩 他最后一个不可否认 undeniable undeniable 好 看下边 这三个 第一个叫做incalcate implant infuse 这三个词都很有相近的含义 都表示灌输注入的意思 写下来 灌输注入 一般强调就是一种灌输 一种思想 incalcate something into somebody 这样进去就行了 比如说incalcate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him 对吧 就是灌输给他这种反复灌输 反复告诉他的这种责任感 incalcate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都这样使用 或者into都行 in into him 给他反复灌输这种责任感 这里面看 为什么叫灌输 中间把它讲成谁 culture 灌输文化 向理 你都把它讲成向理就完了 给你灌输文化 有些大家上了这个课 花了四百多块钱 对不对 四五百块钱 那就反复给你灌输 灌输一些文化的东西 灌进去 incalcate 第二个词 plant是不是叫重 这叫往里重 把我的价值观 重到你们的思想当中 给你重进去 它是来自于种植这个词 叫做implant 叫做implant 种植 对吧 叫做灌输思想看法都行 思想看法 就有一些偏见 然后被灌输在他们的头脑当中 你可以叫做 prejudices can easily become implanted in their mind in their mind 对不对 prejudices prejudices can become implanted can be implanted in their minds 就是一种植入灌输 一种思想 infuse 叫做注入某种特性 它强调的是 注入某种特质特性 也是像理的感觉 是充满注入 充满注入都行 充满注入 都是像理 把这三个词读一遍 第一个incalcate 文化 灌输文化 下一个叫做implant 还有个instill也是写上 in还是像理 steal吗 站到里面 还是叫做灌输的意思 大家可以把这四个词 放到一起 逐渐的灌输 一般强到这个概念 慢慢的逐渐的灌输给 灌输给人民 对吧 都行 这个就更简单一点了 instill infuse implant 种在里面灌输文化 instill 好 看下边 这五个 这三个词 第一个 最后两组了 indacris indacris eal bread 这考过选项的原词 这是很多同学都不认识了 最后一个词叫做chillish 好 第一个单词 indacris 它来自于 来自于dacris 这个词还是蛮好的 托弗亚斯利的词 decorous 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得体的 形容一个人的礼貌 得体有礼貌的 非常有礼貌 很得体的 得体的有礼貌的 in这里面正好表示相反 所以先记得到后半截 为什么我们叫做得体有礼貌 欧原形容似后缀 因为它跟哪个词 是同根 跟装饰这个词 叫decorate 受到一些装饰的 比如咱们出席一些重大场合的时候 女同学 你是不是得稍微地化点妆 你不能牙上还顶两根菜叶 满脸全是油 满眼角还有眼屎 就参加舞会去 那完了 你参加的是化妆舞会 别人以为你故意化的 正常来说 你看装饰一下自己 戴个耳环 穿个高跟鞋 对不对 这叫装饰好自己 叫得体 得体有礼貌 这也叫in表否定 不得体 看下一个叫youbred bred是谁的原型 谁的过去是 是个bred 刚刚说了 bred叫做繁殖培养的意思 刚刚还记得它什么意思吗 来回忆一下 crossbreed 告诉老师什么意思 crossbreed 跨越的繁殖 跨越的繁殖 爱一下杂交 这叫繁殖 那就没有培养好 叫没教养 没礼貌 注意啊 因为breed的本身 我再写一遍 它有表示的意思 叫做培养的意思 没有培养好 这孩子没教育好 最后一个词chillish 也是表示的意思 叫做无理的 无理的 你通过谁去记 这个词你可以通过child 放在一块自己 childish 像小朋友一样的 childish 表示的意思叫幼稚 孩子气 对不对 你可以作为一个行进词 你chill你认识 想法老师就行 不认识 你就通过childish去记 就通过childish去记 或者通过教堂去记也行 chill本身叫做乡下人 图报的 有这个意思 但这个chill 可能大家可能很多人不认识 你就通过child去记 一个人很幼稚的人 孩子气 小朋友 没礼貌 childish chillish 没有培养好 没有装饰好 无理 理解不当 理解不当的 好了 最后一组 来第一个 叫做inertia 惰性 懒惰 第二个 不活动都行 咱们学物理的同学 那个惯性 用它也行 惯性惰性 为什么叫做惯性惰性 现在咱们学习 是不是 你今天不爱来上词汇课 明天也不爱来 连续三天不来 这课四五百块钱 就捐给有道了 是吧 这就是这样 还是要 看 不行动 它是来自它的变形 看它的造词 art是来自act的一个影响 就是不动它 inert 它的动词形式就是inert 叫做惰性的不活动 形容词 叫做inert 化学当中 我说这种惰性的 或者惯性惰性的都行 不活动 inertia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lethargy lethargy它的形容词叫做lethargic I把它的形容词写在后面 叫昏睡眉睛打采 大家现在的状态 看是不是 昏睡的眉睛打采的 叫做lethargy 为什么它叫昏睡 这个我也解释一下 它跟谁同源 就是跟这个词 叫做lease 就是冥界的一条河流 叫做望穿河 你可以通过谐音 写一些lease 喝完这个河水 就会死去忘却尘世间的 一切事情 对吧 死之前喝一碗的河水 孟婆汤 那一个道理的 lease 是冥界的一条河 叫望穿河 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 想一想 lease的 它是来自leather 咱们常常一个人 昏死过去 昏死 一个人睡得很死 其实他们之间 是同源关系 喝完之后 昏睡过去 忘掉一切 那lease表示的意思 就是指致命的 把这个词 可以写在旁边 它是来自 希腊神话的 一条河流的名字 lease 所以变成形容词 喝完之后就死掉了 叫lease叫致命 lease叫致命 lease就表示 昏睡 叫做 都是像跟死亡相接近的状态 昏睡 读一下 lethargy lethargic lethargy lethargic 立刻就走了 好 最后一个词叫sluggish sluggish叫做 行动实缓 无精打采 它是来自于谁 slow 行动慢 slow ug是ag 来自于act ug是来自于ag的变形 这人做事情 慢吞吞的感觉 sluggish 好了 来把这三个词过了一下 第一个词 inertia inertia来自谁 不行动的一种症状 二则是act的变形 元音和福音之间发生一个变形 下一个词叫lethargy 来自谁 lethal 一个是致命 一个是昏睡 昏死过去 做事慢吞吞的 行动迟缓的 前边 index 它来自谁 没有装饰 女同学就想想自己 从来出席重大场合 不化妆 不装饰自己 不和礼节 欠妥 不和礼节的 eal 坏 braid的培养 培养得很坏 没教好 没教养 没礼貌 eal bread 就是简单一点 当然就是impolite 这个都能理解 这初中词了 这都是 implite chillish childish 无理 chill 土豹子 乡下人 但你要没有背过的话 你就通过chilldish 一个是孩子幼稚 一个幼稚 也没礼貌 chilldish chilldish 这边incolcate 脑子里 看到cul 去想文化 culture 往里给你文化 灌输 往里种植灌输 这是注入某种特质特征 infuse 还有instill 都是灌输的意思 前边 incontrovertible 这个组还比较好记得 不能争议 中间 dispute也叫争议 不可置疑 不容争议的 不能争议 不能否认 like the denied indeniable elicit 脑子里想谁 想想谁 想一定要想license 有执照的就是合法 没执照不合法 illegal 违反宪法 unconstitutional against law unconstitutional 好了 今天我们到这里 老规矩 中午自己看一遍 中午之前一定要看一遍 给他晚上再看 晚上忘没了 然后复习时间不变 18点 还有22点 不要忘了 还有明早7点 刚刚报名的同学 加一下微信公众号 去跟113 会有老师拉你进群 你就跟他说 今天刚报名的 会有老师拉你进群 来开一个摄像头 打一个招呼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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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救服了 早上好 明天再见 还有三次课就结束了 加油 拜拜